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方君竹展现新闻从业人员的专业素养 从国际观点来看身处于第三次世界大战导火线之一的台湾 深入浅出地让观众了解国际情势 不愧是公共电视出身的新闻人 恭喜TVBS News 大家好 我是独立记者方君竹 TVBS认真问是由TVBS提供资金平台 还有技术资源 然后由我一个外部伙伴的身份 独立计划发想 采访撰文 然后剪辑后製完成的 那首先很谢谢所作奖的肯定 这是第一次入围 意义非常重大 谢谢TVBS姨姨姨 你给了我一个外面来的自由记者 好大好大的创作空间 我没有感受到任何言论审查 或是需要揣摩商业的压力 谢谢你的信任 我很珍惜 谢谢TVBS的摄影大哥 还有制作部的团队 谢谢我的家人 我的挚友 还有爱我的人 跟我爱的人 谢谢你们做我的好短 当然 我也要谢谢喜欢我的观众们 一直以来 我没有什么在进行社群媒体 然后 但我在社会上 我知道在社会上 许多角落还是有喜欢我的人们 然后谢谢你们不嫌弃 那最后最后 我想要cue一下西兰 上月她做了一支影片 是很公允 在检讨台湾的媒体乱象 但我也想提醒大家 是说 就台湾 请大家不要放弃台湾的媒体 台湾不是一片荒芜的媒体沙漠 台湾是有好媒体存在的 台湾是有好的记者 跟很优秀的创作者们存在的 他们在这些岗位上 对抗那些狗屁倒造的事情 不过现在 确实让我们看见台湾媒体的困境 就是说 好媒体找不到好观众 好观众也找不到好媒体 这种断裂 一部分是因为 所谓的好媒体的媒体人 可能有某种 就是说 新闻专业的偶像包袱吗 或者是说 某种知识分子的傲慢 让我们一起没办法 大步地走向观众 作为媒体人 这个是我们需要深刻检讨的 但是另一方面 我也想小小地鼓励台湾的观众们 如果你愿意的话 请跳过演算法的位置吧 整理一个属于你自己的 一个优质媒体表明单 YouTube也好 新闻媒体也好 我们可以一起去实践 资讯节时 或所谓的Information Diet 我们可以有意识地去觉察 自己到底都摄取了什么资讯 然后主动地向好媒体跨进那一步 当好媒体能够多一点柔软身段 向观众大步走去 当观众能够多一点 自我觉察 自我鞭策 主动去向好媒体的大门 终有一天 好媒体跟好观众 我们终究是要走在一起的 谢谢主教掌 谢谢大家 谢谢 恭喜得奖者